我們現在有公債保 舊的公債保是這樣規範 公債保這樣規範說 各級政府的舉債不能超過3.0平均GNP的48% 這48就要分配 中央政府舉債不能超過40% 台北市不能超過3.2% 高市不能分超過108% 然後限制不能超過2% 那這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新的直下是怎麼辦 它不是限制的嗎 不是缺合這2% 然後台北高雄 它也不是台北不是高雄 所以不能用這個舉債限制 所以就要求求公債保 可是你知道2008之後 金融台下之後 從西大從歐洲幾個國家 因為政府債務太多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公債保不應該去修改它 因為一修改它呢 那一定有一些人要求放寬舉債上限 對不對 那很像那個美國財政懸崖的例子 美國發生財政懸崖就是它舉債都沒有完了 可是國會不再往提高舉債上限 那往外國的話就說 好像政府管理 休息相天 等國會提高舉債上限 我才去借錢 付利新選再回來上班 誰有道理 兩個都沒道理 一個是舉債一直舉債嘛 那一個是說它已經財政懸崖了 要跳下去了 你還不給他取債 這裡都沒道理 但是確實我們也發生這個狀況 就是大家都要求求公債保 但是又一個很 很有說服力的一個 就是說新的直銷市它沒有取債的額度可以用 沒有公債保的這個規範可以用 所以呢後來就修公債保 那剛剛是三年平均GNP 現在改成三年平均GDP 如果你們對GNP跟GDP 知道就是說差一點點 我們還沒有一直擴大 一直擴大的例子 這個很有趣 一直擴大例子就像艾蘭 那個艾蘭 艾蘭曾經說我降稅 然後吸引了一些在美國的一些艾蘭 把企業移回來艾蘭 那因為它企業移回來 所以我的稅收會增加 不到你對不對 那最後發生的狀況是 艾蘭的企業 明目上移回來 但是工廠就業期限 全部還是在那外 所以照GNP 那是它海外的股票 算在GNP裡面 但是GDP那是算國內的生產 就沒有那麼多 所以它GNP跟GDP越拉越大 但是這個 重點就是說 我們GNP換成GDP 本來48%換算GDP 它說保證總債務不變 所以呢 48%大概是GDP的50% 好啦這樣算合理 然後去分配 支架是分7.65 當中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是說 其他規範類似 但是縣市的 舉債縣市變成稅出總額的50% 原來是45% 所以縣市政府的舉債限制 是放寬了一些 放寬了一些舉債限制 是為了有一些縣市 它的舉債弧度已經破了 師傅用這個做法 我們要講到幾點嗎? 再十分鐘 只剩十分鐘 我只剩十分鐘 那這個舉債就大家自己看 再講一個我為什麼覺得最需要 講說這個為什麼要破表 宜蘭苗栗跟新竹 為什麼舉債過沒有 因為他們以前 為什麼苗栗舉債超過45%上限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舉債的限制是稅出分物 那分子是你舉的債務 你知道各地方的縣市政府都很聰明 他把稅出做很大 分不變大了 整個比例就下降了 那後來呢 警察就糾正說你那個稅出是假的 你那是做假帳的 叫你把稅出那些預算剔除掉 那剔除掉本來是符合這個比例 那剔除掉之後你就破表了 所以以苗栗縣的舉債 變成67%是這樣來的 那剩下十分之後 講一個地方產生最重要的食物 有一個聯姓候選人 他說台北市呢 以後各區便一千萬的